太阳花集团的历史可追随至50年代 从1950年开始 尤在成先生与母亲及三位兄弟 以种植稻谷为生 之后也涉及稻谷买卖的行业 在1970年 创办人尤在成先生在吉达州 成立了第一间太阳花米角 在细心的经营之下 太阳花集团由最初小型米角厂 成功发展成为今天 拥有货仓和米粮加工厂 遍布全马各地的企业集团 在1998年 本集团更成为国家稻米公司的成员之一 业务包括稻米种植 米角业和米粮加工业 太阳花集团的米角 位于北马的玻璃市 吉达州及雪兰儿州 本集团的稻米是和周边的稻农 联营种植的 所采用的种植方式是最先进的科技 首先 离车会将土地给离松 然后插秧机会进行插秧的工作 稻农会将秧苗放在插秧机的托盘上 然后托盘后的爪会将秧苗插在稻田上 这种方式不但能够加速种植的过程 也能够确保稻田有较好的收成 稻米虚实110天才能够成熟 然后收割机就会进行收割和清理稻谷的工作 收割后的新鲜稻米就会被直接送往米角加工处理 本集团拥有自己的专属米角 采用环保科技 利用燃烧稻谷壳的热能来烘干稻谷 这不但能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还能够保存米的重要营养 烘干之后的米就会在经过去壳和粘米的过程 然后送到白米加工厂去再加处理 太阳花集团共有5间白米加工厂 分别是在吉达州、雪兰娥州、柔佛新山、西加墨和登加楼 这些加工厂都采用日本的白米加工技术来处理白米 太阳花白米加工厂除了处理本地米之外 也处理进口于泰国、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家的白米 由于本公司的进口米都是直接从国家稻米公司采购 所以品质是无可置疑的 白米加工厂楼高三层 每一层都装置不同的机械 加工厂里所有的机械都是由一间中央控制室所控制的 除此以外 加工厂还有装置中央吸尘系统 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白米的加工过程大致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 一筛选和去砂石 二清洗 三分类 四色选和 五包装 首先 白米会被倒进intake hopper里 然后送到日本高科技的Satake风选机 Satake风选机利用摇床把细小的砂石、稻米镜和绳子等杂物筛选出来 筛选过的白米会被送到储存箱去储存 接着 Satake去砂石机会再一次的筛选米中的杂物 Satake去砂石机能够确保无论多么细小的砂石和钉子都被去除 所以在使用太阳花米的时候不会有咬到石头的状况 筛选过的米就会进入清洗的步骤 清洗机是用高科技滤水系统所滤过的水来清洗白米 这不但能够清洗白米表面上的杂物 还能够确保米的色泽光亮 清洗过的米会再进行分类步骤 摇床和齿筒分类机会按照米的长度 把米分成小米、碎米、中米和大米 碎米会被送到米粉或是果条厂去加工 而中米和大米就会用来包装不同等级的米 在包装之前 米会再经过一部色选期的筛选 每一颗米都会经过电眼的扫描 只要是不符合色泽和透明度的米都会被筛选出来 除此以外 这部机器也会做最后的检验工作 确保米中再细小的杂物 如玻璃和稻谷也能被一一清除 精选过的优质米会被送到包装部去包装 太阳花集团的米是采用全自动和半自动的包装机来包装米 这样能减少米被污染的机会 包装后的米会被送到全国各大超市 零售店和油站去分销 由于本集团的生产过程是经过严密的品质管理系统 在2002年 本集团荣获ISO 9001的认证 在同一年 本集团也获得了国家稻米公司颁发的5S证书 除此以外 马来西亚的回教发展局也给予本集团Hala的认证 太阳花集团的白米品牌在国内也是家喻户晓的 这个从Superbrand和Bilihan Berners所颁发的证书上获得认证 除了太阳花米 本公司还有另三个品牌 分别为Royal Umbrella Sakura 和Saga 本集团所销售的白米 有泰国香米 咸香米 咸米 红米 及保健米等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品质和服务 本集团将不断引进高科技的工艺生产技术 以及提高产品的品质管理系统 本集团会谨记集团的理念 就是太阳花米 粒粒皆毫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